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座小楼记录着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 一次会议从此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历史 白战经典系列节目 伟大的会议之伟大转折 尊义会议 因为真爱和平 我们回首战争 大家好 欢迎收看百传经典系列节目 伟大的会议 跟尊义当地许多类似的建筑一样 这座专幕结构中西合并的两层小楼 看上去也很普通 但是历史注定要在这里上演一出 改变中国革命命运的大据 1935年1月 在这里举行的尊义会议 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走向 从此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历史 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伟大的转折 尊义会议 1935年1月 当长征队伍一步步深入西南腹地 逼近尊义的时候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 知道他们正在接近 最终使他们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吗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使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根据地 突围西征 湘江一战又折损过半 红军面临的是怎样的一个前途命运 当时对红军打击最大的是湘江之战 此战是红军损失过半 当时中央负责军事工作的主要是 伯古 李德和周恩来所谓的三人团 湘江之战之后 伯古深感责任重大 痛心疾首 情绪欲落千丈 在行军的路上 他经常拿一只手枪 不但地朝自己比划 被内容真看见 上前就劝阻说 这不是瞎闹着玩的 越在困难时期 作为领导人 越要冷静 要敢于负责 李德却变得经常暴跳如雷 只有周恩来 一人在默默坚持工作 从1934年12月1日全军度过湘江 至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 一个半月之间 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了三个重要会议 1934年12月12日的冲道会议 1934年12月18日的离亭会议 1935年1月1日投场会议 这些都是遵义会议的忽点和准备 遵义会议的召开 经历了一个长期而紧张的酝酿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 毛泽东始终起了主导和决定的作用 早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 毛泽东就曾多次提出战略性建议 均被左倾领导者所拒绝 长征开始后 毛泽东在中央领导集团中 做了大量细致的思想工作 帮助一些同志明点了是非 转变了错误立场 突破第一道封锁线进入湖南后 毛泽东就开始对张文天 王家祥 谈论博古 理得军事指挥的错误 此时只是三个人小范围内讨论阶段 突破第四道防锁线过湘江之后 毛 张 王开始在会议上 传开批评中央军事路线 从翻越广西北部 岳成岭的重申峻岭期 中共中央领导内部的争论 公开化了 公道会议是第一个重要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 中央主要是讨论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案 李德提出与霍龙肖克会合 毛泽东坚决反对 立主席击 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 这个建议除了张文天 王家祥之外 又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 毛泽东是第一次在长征途中获得了多数的支持 但是中央对毛泽东的建议仍然是有所保护 一方面中央军委命令各军团继续西进 另一方面同时又命令红二六军团 撤入中央红军 在继续西军中寻求机动 以便转入北上 离平会议是第二个中央会议 周恩来以会议主持者的身份 采烂了毛泽东 张文天 王家祥的意见 决定西进渡乌江北上 由此根本扭转的新军方向 离平会议还做出了一个并不引人注目的决定 根据中央领导内部从湘南开始 在通道激化了的有关第五次反围角以来军事指挥的争论 决定渡过乌江到尊义地区后 再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离平会议决定了尊义会议的地点和会议内容 但尊义会议的实际内容 却大大抽出了离平会议决定的范围 这就必须提到离平与尊义之间的黄平 1934年12月20日 军委纵队到达黄平 当时大家对未来的道路王还是忧心忠忠 耿目标在1990年从回忆说 那时张文天身体不太好 长征路上坐着担架 同时王家强同志因为有伤也坐着担架 两幅担架走在一起 在树上挂满了橙黄色橘子的一个橘子园里 他们叫担架停了下来 两个人头靠头的躺着说话 当时王家强就问张文天 我们这次转移的最后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 张文天忧心忠忠的回答说 也没有个目标 这个仗看起来这样打下去不行 接着就说 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 比我们有办法 我们是领导不了了 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 对张文天同志这两句话 王夏祥同志在当天晚上 首先打电话给彭德怀同志 然后又告诉毛泽东同志 几个人一传 那几位将领也都知道了 大家都赞成开个会 让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 会议还未召开 不但新三任团认识完全一致 而且各军团的主要指挥者 也都普遍知晓 心里有数了 美国作家索尔兹波里 把长征中的毛泽东 与张文天王家强的接近 幽默地形容为单架上的阴谋 其实毛泽东的这一工作 在长征之前就已经开始 由于红军内部出现了叛徒 孔河宠 他的叛变 使敌人知道了中央各机关 在瑞金的准确位置 1934年8月 瑞金连续遭到敌机轰炸 中共中央被迫 迁往云石山 云石山上有一个小庙 叫云山古寺 毛泽东和张文天的住处 都在里面 开始是生活上互相关心 后来在小庙里 那颗黄狐书下的一次声盘 毛泽东才知道 张文天也对伯谷 李德等人的领导 极为不满 伯谷与张文天的分歧 最直接的结果 就是导致了张文天 与毛泽东的大幅度接近 在此之前 毛泽东已经争取到了王家强 当时中央已经做出 将张文天 毛泽东 王家强三人 分散到各军团的决定 毛泽东知道张文天 这个态度后 立即向中央建议 把他和张文天 王家强 安排在一起 这个建议非常重要 而且十分关键 如果张文天 毛泽东 王家强 真的被分散到 各个军团中 就很难设想 遵御会议 能否召开 以及开成个什么样子 由于毛泽东的坚持 红军出发长征的时候 三个人都留在了中央纵队 成为以后新三人团的基础 长征出发了 在中央纵队里 三人团 伯 李 周 忙于指挥战士 毛泽东便利用这一特定环境 在与张文天 王家强 反复交换意见之后 形成一个 毛 张 王 新三人团 毛泽东后来说 在长征以前 在政治局里 我只一票 后来 我实在不行了 我就先做了王家强的工作 王家强同意了我的观点 我又通过王家强 做了张文天的工作 遵义会议的核心 在长征出发前 已经产生了 毛泽东首先争取到的是 当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家强 对此 武修全后来回忆说 王家强同志也早就察觉到 李德等人的军事错误 他那时是军委副主席 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在第四次反围剿时 他受了重伤 长征开始后 就做担将 随对行动 当时毛泽东同志 也因病做担将 经常同王家强同志同行 他们就天天一边行军一边交谈 商谈了许多有关党和军队前途的问题 王家强同志向毛泽东同志 坦率地表达了自己对当前形势的忧虑 认为这样下去不行 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来 毛泽东同志很赞赞他的想法 并针对现实情况 谈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 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 像结合的道理 这给了王家强同志很大的启示 也更加坚定了他支持毛泽东的决心 这时他们就商谈了 准备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解决面临的严重问题 接着毛泽东又做张文天的工作 张文天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书记处书记 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博古 是左倾领导层中的核心人物之一 在中央苏区 他虽然执行过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但在许多问题上 与毛泽东有着相同的看法 长征开始后 他同毛泽东王家强住在一起 进一步加深了对毛泽东的了解 张文天回忆说 在出发以前 最高三人团要把我们一律 分散到各军团去 我当时感觉到 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 我心里很不满意 记得在出发前有一天 左倫同志同我闲谈 我把这些不满意 完全向他坦白了 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 他要我同他和王家强住在一起 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 米德 伯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 给尊义会议的伟大胜利 打下了一场 在通毛泽东商议以后 王家强出面提议召开遵义会议 得到了张文天 周恩来 朱德等人的支持 于是召开会议的条件成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个城市 因为一次重要会议 与红色结缘 一座小楼 记录着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 一次会议 从此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历史 白战经典系列节目 伟大的会议之 伟大转折 尊义会议 尊义是前北的首府 贵州第二大名城 这里是前北各种土产的集散地 是汉 苗 黎各族商旅云集之所 市面十分繁华 既有新城又有老城 一条河流中间穿过 这是红军长征以来 所经过的第一座较大的中等城市 红军总部进入遵义之后 就根据中央政治局礼品会议和候场会议 关于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 川前边新根据地的决议 积极开展建立根据地的各项工作 1月12日 红军总政治部在当时的贵州省立第三中学操场 召开了尊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 大会宣布成立临时革命政府 尊义县革命委员会 并积极开展土地革命 广泛发动群众 1月15日晚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在遵义旧城的一个公馆内举行 这个公馆是当时遵义城内最好的建筑 是一个旧军阀的公馆 从外面看 高墙壁立 珠门厚重 非常为热 在公馆的主楼楼上 有一个小客厅 可以容纳20多人 尊义会的会场 就设在这个小客厅里面 小客厅里面有红木地板和门窗 天花板上吊着一盏煤油灯 中间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 二十八椅子摆成了一个半圆形 当时天气还比较寒冷 所以在地板上就烧着一盆炭火 参加遵义会议的有 中央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 朱德 陈云 周恩来 张文天 伯谷 中央政治局后部委员 王家祥 邓发 刘少奇 何克全 中央秘书长 邓小平 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 刘伯成 李福春 林彪 聂荣贞 彭德怀 杨尚昆 李卓然 其他人员还有 李德 武修全 红酒军团军团长罗炳辉 政治委员蔡树藩 因在煤坛一带执行警戒任务 未能出席会议 红武军团军团长董震堂 因在党内没有职务 也未能出席会议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 一 决定和审查 李平会议所决定的 战时 以前北位中心 建立苏期根据地的问题 二 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 与西征中 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会议主要围绕军事问题 进行了讨论总结 并做出决定 由党中央负责人 博谷主持 会议首先根据刘伯成 聂荣珍的建议 分析了前北地区 是否适合建立根据地的问题 经过讨论 大家认为这里人烟稀少 少数民族又多 党的工作基础薄弱 不便于建立根据地 应放弃离平会议决定的 前北位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计划 决定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 在川西和川西北创建根据地 同志们 蒋介石对我们的第五次进攻 我们没有给予粉碎 作为党中央的负责人 作为代表政治局领导军委的负责人 接着会议讨论总结 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 博古做了关于反对 第五次反围剿的主报告 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 归结为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 对博古的这一结论 大家都不同意 当时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员认为 敌人的力量强大 固然是反围剿失败的一个原因 但不是主要原因 因为在第一次反围剿时 敌我力量对比是2.5比1 第二次反围剿中 敌我力量对比是6比1 第三次反围剿敌我力量对比是10比1 到了敌四次反围剿 敌我力量更是悬殊到12比1 那么在前四次反围剿斗争中 我们都胜利了 敌五次反围剿 敌我力量对比是5比1 要远远低于第四次 另外 敌五次反围剿时 有敌19陆军在福建 通蒋介石的军队作战 广东地方军阀作战也不积极 这些都是前四次反围剿 所不具备的有力条件 因此把主要原因归绝为敌强我弱 是不充分的 博谷在报告中还强调 由于中央根据地的后方工作 物资供应工作没有做好 影响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 这更遭到了大家的一致反对 事实上 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 中央苏区的之前工作 是做得很出色的 当时在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的口号号召下 广大群众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 尽管战争激烈条件艰苦 但红军的粮食和其他物资需要 都得到了供应和保障 说之前不利 完全是歪曲事实 颠倒黑板 然后由中央军委副主席 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做副报告 他指出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 是军事领导者犯了战略战术方面的严重错误 他主动承担责任 做了自我批评 同时也批评了博古 理德的错误 按照会前毛泽东 王家祥共同商量的意见 张文天做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 即反报告 为遵议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路线 定了基调 曾出席会议的杨尚昆会议说 我当时是三军团政委 与军团长彭德怀同志 一起列席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 我清楚地记得 遵议会议上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 是文天同志做的 他做报告时手里有一个提纲 基本上是照着提纲讲的 这个提纲实际上是毛泽东 张文天 王家祥三位同志的集体创作 而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为主导弹 接着毛泽东做了重要发言 讲了大约有一个多小时 他指出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 绝对不是在客观方面 而主要是由于伯古里德实行 单纯的防御路线 在战略战术上犯了一系列错误 他认为这些错误主要有四点 第一个错误是一堡垒对堡垒 敌人采取堡垒主义 就是企图避免和我们打运动战 迫使我们与其进行我们不占长处的 甚至处于相当劣势的阵地战 那么第二个错误是分散兵 没有集中优势力量 第三个错误就是军事长 没有利用十九陆军试变这一有利条件 那么第四个错误就是在战略转变上 迟疑不决 在失事投尾时仓促出击 紧接毛泽东之后发言的是王家祥 他表示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意见 严厉地批评了伯古 李德违反民主系中制 在军事指挥上个人专断的恶劣作风 并且提议撤销李德在军事上的指挥权 毛泽东应当参与军事指挥 朱德在王家祥之后发言 态度非常鲜明 他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他对伯古李德军事上瞎指挥 是有着切实的体会 因此当时讲话非常激动 吴修全后来回忆说 朱德同志历来谦虚稳重 这次发言时 却深色俱力地追究 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 谴责他们排斥了毛泽东同志 依靠外国人李德 弄得丢掉根据地 牺牲了多少人命 他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 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周恩来同志在发言中 也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 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 全力推挤毛泽东同志 为我党我军的领袖 他指出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 红军才有希望 革命才能成功 他的发言和倡议 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支持 之后刘伯成 李富春 聂荣珍 彭德怀 李卓然等都相继发言 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发言 和张文天的反报告 林彪没有多讲话 在会上公开反对张文天 及毛泽东王家祥的体账和意见的 只有担任中共中央书记的凯峰 他反对毛泽东的意见 甚至对毛泽东说 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 你顶多是知道些孙子兵法 并且对会议表示保留自己的意见 博古虽然是被批判的主要对象之一 但他的态度还是比较端正的 并没有借主持会议的权利 去压制别人的意见 会上被直接批判的是博古 但是实际上批判博古 就是在批判理得 因此会议一开始 理得的处境就很狼狈 当时别人都是围着长灯座 但是他却坐在会议室的门口 完全处在被批判的地位上 别人发言的时候 他一边不停地听着吴秀全的翻译 一边不断地使劲地抽烟 申请非常的沮丧 在会议过程中 他也曾经发言 只不过他是拒绝大家对他的批评 不承认自己有任何错误 把责任都推到客观原因和临时中央上 当然 当时李德本人也意识到 这个时候一世不可奈何花落去 已经实事无权了 值得印着头皮 听取大家对他的批判发言 陈云那份珍贵的尊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说 扩大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 A 博 周 三统治 而A 博 二统治是负主要责任的 扩大会中 恩来统治及其他统治完全同意洛夫 即毛 王的提高和意见 博 普 古 古 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 凯 同志不同意毛 张 王的意见 A 同志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这位A 同志便是李德 一个完全坚决地不同意 把完全处于被批判地位 一个劲儿在会场门口抽烟的李德描绘了淋漓尽致 不管成功与失败 他在中国的使命基本结束了 尊义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 就是正式撤销李德的指挥权 这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史上 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不管李德是否是共产国际派来的 他当时已经被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信仰 尊义会议是在事先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批准的情况下 改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领导 取消了伯古和李德的指挥权 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 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下 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共产国际的指示从来都是上方保健 尊义会议之前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基本上都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 及其驻中国代表的意见 处理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 连领导人都必须经过共产国际的权力 或者干脆由共产国际包办 而这次的人事任命完全摆脱了共产国际的影响 一个城市因为一次重要会议与红色结缘 一座小楼揭露着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 一次会议从此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历史 中国革命是一幅立体句话 您是哪一个局部去赞美整体都是冒昧的 应该后退一步 从宏观上去把握它的整体 这个时候你才能真正发现 高光点为什么那么辉煌 中国共产党经过14年艰苦奴隶 曲折斗争 付出了无数鲜血与生命的代价 终于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路线 方针和政策 自己安排自己的领导人 这一改组刚刚开始 1935年1月17日遵义会议结束时 毛泽东还只是政治局部常委之一 按张文天 周恩来 毛泽东 伯谷 陈云的顺序提名第三 1月18日政治局会议常委分工时 蔡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至此毛泽东刚回到军事领导岗位 最高军事首长仍然是诸州 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的负责者 会议一共开了三天 会的气氛是紧张激烈 大家的发言嗓门都很高 每天总是开到半夜才修会 最后会议做出了重要决定 第一 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第二 指定张文天同志起草会议决议 委托政治局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去讨论 第三 政治局常委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第三 取消三人团 任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 周恩来为指挥者 委托周恩来同志为党内对于指挥军事 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议根据毛泽东 王家祥 朱德 周恩来 李富春 聂荣珍等多数人发言中提出的意见 形成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简称遵义会议决议 决议全面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 红军失败的教训 系统地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相应的战略战术 深刻地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 决议强调指出 一切事实证明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 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 第五次反围剿中 在敌人采取持久战与堡垒主义新战略的情况下 我们却以单纯的防御路线代替了决战防御 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 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 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 这正好实现了敌人所希望达到的战略目的 此外决议还指出 在战略转变与实行投围的问题上 同样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 没有实施转变战略方针 实行战略上的退却 以保存红军的有声力量 而是继续与敌人拼消耗 从而造成红军的重大损失 在突围行动中 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 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 以及搬家式的行动 决议肯定了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 人民战争的基本原则 严肃地批评了博古、礼德 取消军委集体领导 发展承办主义 压制不同意见等粗暴恶劣的作风 明确指出 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 博古、礼德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遵义会议把战争问题放在第一位 集中权力解决当时最紧迫的 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 生死存亡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 对认识尚不一致的政治问题 留待以后解决 这样做适合当时多数同志的认识水平 既保证了最主要问题的解决 又维护了党内的团结 应当说这是毛泽东高超的斗争策略 武修全会议说 在会议上曾经有人提出批判和纠正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错误 毛泽东同志机智地制止了这种做法 正是这样才团结了更多的同志 全力以赴地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 会后曾有同志问毛泽东 你早就看到王明那一套是错误的 也早在反对他 为什么当时不竖起棋是和他们干 反而让王明的左倾错误统治了四年之久呢 毛泽东同志说 那时王明的危害尚未充分暴露 又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 使人一时不易识破他们 在这种情况下 过早的发动斗争 就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 反而不利于对地斗争 只有等到瓜熟地落 水到渠成才能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张文天在1943年12月16日的笔记中 冲经这样记得 说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 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 而且反而肯定了他的正确 使我当时对于我自己过去的一套错误 还很少反省 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 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 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 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 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 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 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 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 完全正确的 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一个示范来看 毛泽东这种对党内斗争的正确态度和处理方法 可以说是促成遵义会议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遵义会议是中共党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会议纠正了过去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局面 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从此开始逐步形成了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 从组织上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贯彻执行 因此这次会议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好 感谢您收看百战经典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分析战争起因 透视战争深层 解读战争人物 关注战争影响 因为真爱和平 我们回首战争 感谢您的观看